HELLO 大家好我是JEMMY 那這堂課呢 就希望可以讓大家很簡單的 只要半小時就可以學好基礎樂理 不管是學音樂的人打鼓的人呢 都很需要的就是要了解 音符還有音的長度 還有休止符這三個部分 所以呢透過半小時的課程 希望讓大家可以很簡單的 可以了解到原來這個豆芽菜是代表這個意思啊 也就是有很多人呢透過之前我在YouTube的影片當中 覺得有非常多的收穫 那希望再次的整理這樣的課程呢 可以讓更多人可以得到幫助 那學會這個基礎課程之後呢 我們才能夠繼續的往下走下去 才能夠繼續的去學其他的樂器 透過這個平台呢 就算你看一次不會也沒有關係 你可以多看幾次看到會為止 學習任何東西呢最重要的就是要 把它變成自己的東西 所以課程的最後呢 也會讓大家有練習的機會 會透過一些示範題練習題 讓大家可以找出 啊原來常聽的那個音樂是這個節奏啊 那透過Googlewise這個平台呢 我會這個出功課 也會一一的幫大家確認 大家的答案是否正確 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喔 好那這個課程結束之後呢 也會開始進入爵士谷的基礎課程 希望我們每個人都可以輕鬆的學好音樂 輕鬆的學好基礎樂理 好 掰掰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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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